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很久没有公开露面的 前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最近受邀做客前卫生部长凯里的 博客节目时 就大吐在任相期间的苦水 当被问到 有没有后悔在他手握大权的时候 放弃对巫统老大阿摩扎西 给他一个致命一击 导致自己现在被冷藏 然后很多名的同僚也被挡开除的时候 沙比利就说 自己不后悔 当初的决定 因为他宁愿让别人记得他是好人 也不要被当成坏人 而对于当初 作为巫统第三号人物 却约过党老大扎西去出任首相 沙比利说 他一直都在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那接近所能 照顾党主席阿莫扎西的感受 比如说 他要去巫统总部开会的时候 他不会从巫统大厦的大门前下车 并会指示这个护卫车队 不可以开警灯还有警笛 除了这些 沙比利说 他也从来没有要求扎西 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 前首相依斯迈沙比利 做客凯利和沙利尔的播客节目时 大吐苦水说 虽然现在他已经不在巫统担任任何的职位 但还是会一直出现攻击他的声音 让他感到很失望 沙比利尔也借机向党主席扎西喊话 如今巫统上下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了 因此他希望扎西能够让那些之前被巫统开除 或冻结党籍的人重新回到巫统